夹车穴是足阳明未经的夹车穴 这个夹车穴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位 标准定位在哪里 在我们的面颊部 下合脚前上方约一横指 当咀嚼时咬肌隆起 暗指凹陷处 实际上我们要想做这个夹车 想找到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般的 我们说第一个下合脚前上方 这是下合脚的位置 前上方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一横指的位置 怎么找呢 就是你看我们牙齿咬紧 咬紧的时候咬牙 咬牙切齿咬紧 一咬 这突出一个肌肉 那么突出这个肌肉最高点 你按下去很酸胀 它就是我们的夹车穴 就是夹车穴 所以你咬牙的时候 大概这个地方有一小肌肉 会拢起来 拢起来最高点 这个点 你按了酸胀 这个就是夹车穴 很好找 两边都有 一侧一个 那你咬紧牙关 最高点手按的 你再松开你按 它就是很酸胀 这就是夹车 好 应该都找得到吧 很好找 好 那么夹车可以治疗牙齿疼痛 牙关不利 牙关不利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脏关 脏河嘴 这个有时候附近会疼痛 很不舒服 你可以用这个夹车 可以治疗面夹肿 治疗口 脚歪斜 嘴角歪 歪到以后 歪这边 你是不是要扎呀 歪这边 你也可以揪 歪到这边 揪哪里啊 如果你歪到右边 你是不是要揪左边 歪左边 你要揪什么 就是歪右边 这是右边 左右 歪到这一边 就要揪对侧 这个要记住 一般人来说 是对侧 就是对于口 脚歪斜来说 对于口角歪斜来说 我们治疗是在对侧 不是同一侧了 牙齿痛力肯定就是一侧了 你哪边牙痛 你坐哪边 但是歪就不一样了 歪到哪边 你就在对面 这就可以了 好 那夹车配河骨 配灵气 可以治牙风 什么牙风啊 就是牙隐肿 不舒服 牙隐肿 肿痛 那配百慧 配沉浆 河骨 是牙关 经常脱臼 有的人一笑 一打哈鞋 牙卡 脱了 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呢 经常这样反复发作 你可以用我们的 说夹车 配百慧 配沉浆 配河骨血治疗 那配地仓 河骨 阳白 传足 可以治疗口眼 歪斜 面颊肿 和牙齿疼痛 好 那这些学位 希望大家 如果在遇到的 有一个相似的 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可以用九法 按摩 效果都是很好的 好 好